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我是分析師仲貞 今天是11月16號星期三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昨天晚上的台紙夜盤 下跌了286點 將近是300點 但是不用擔心 昨天其實主要的跌點 是落在灰達 還有艾斯摩爾上面 所以昨天其實美國的 四大指數目 跌幅最重的就是廢半 那除了說廢半以外 整體其實我覺得說都還不錯 道琼 S&P跟納斯達克 所以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等一下台股開盤 再過半小時現貨開盤 一定會先開低 因為美股的盤後 包含說回答跟台積電 還是有持續的小幅度的下跌 一定會先開低 但是今天開低走高的機率還是非常的高 而且重點 你一定要把握今天的下跌 為什麼說要把握今天的下跌 因為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給大家先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今天台股的下跌 它絕對百分之百 會是消息面的影響 純粹是消息面的影響 並不是說基本面有什麼改變 或是說美國的經濟出了什麼變化 或是說什麼 有什麼比較重大利公都沒有 純粹是消息面 等一下我帶大家看就會知道 所以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幾個重點 來 11月16號 揮答概念股 這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揮答概念股包含像是 一些偽創技嘉 或是說比較指標的台積電 鴻海 還有裡面的GB200系列的水冷 GB200的水冷系列 旗紅 雙紅 高麗 陳明店 川湖等等的 只要是揮答供應鏈 今天都會是絕佳的買點 等一下你聽我講完你就會知道 這一塊 那還有說今天台股的拉回 也會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我們這樣一項項來看好了 像說揮答概念股 為什麼會說絕佳的買點 因為其實揮答概念股 昨天主要的跌點 昨天的廢半 先帶大家看一下廢半 昨天的廢半其實跌幅算是最重的 你看道琼都還可以接受 那廢半昨天是跌了超過5% 這個跌幅非常大 那主要的跌點 是如果在揮答上面 揮答是跌了4.69% 那也拖累了台積電ADR 是跌的將近是3% 因為說揮答算是說廢半成分 廢半的權重是最高的 所以主要的跌點都是來自於揮答 好那揮答昨天會跌這麼重 就是因為這一則消息 這是原文版的 因為其實這個揮答本身是沒有證實 這是比較偏向是傳聞 注意喔 是傳聞 什麼 消息人士透露 就是這種 根本就不具體的消息 消息人士到底誰是消息人士 隨便一個記者講也是消息人士啊 是吧 這是原文 那我直接給大家看翻譯過的 翻譯過的就是 美國考慮限制NVIDIA跟AMD 限制國家的出口 好 那你看喔 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 到底是誰 它的可信度到底是多少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所以 甚至可能說 這只是一個 隨便一個記者 所講的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說 NVIDIA主要是受到 這一則消息面的影響 所以 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說第一 消息面根本就沒有被證實 第二 就算被證實了 注意看一下喔 限制國家出口 它的重點地區在於中東 是限制中東出口 好 那你看 大概就是阿拉伯 跟 沙烏地阿拉伯 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那 其實說 反正就是說一些中東地區 但是你去看喔 就是說其實說 遇到這樣子比較偏向 產業面的消息面 產業面的狀況 你就要去看 這個國家它的 它的 算是說營收佔比 到底高不高 來你看 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NVIDIA 在各個地區的營收佔比 來你看 美國佔比是44% 美國佔比 對 是最高的 就44% 那第二高的 就是台灣 你看NVIDIA 這麼大一間公司 它的市值甚至 未來是有機會超過Apple的 目前還沒超過 但是在未來有機會 只有直接超過Apple 這麼大市值 幾乎可以算是說 全球幾乎是要最大市值 最有影響力的公司 台灣佔比22% 排名第二 台灣在輝達的 營收排行是第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台股的供應鏈 它跟輝達的連動性會這麼高 因為營收佔比非常高 所以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美國佔比44% 台灣佔比22% 中國佔比17% 剩下的16% 叫做其他 其他地區組合起來的 好那 這16%裡面 大部分的佔比 大部分都是落在 新加坡 跟馬來西亞 這兩個地區的佔比 又大概是佔這16%裡面的 至少一半以上 那大概就剩下8%了嘛 那8%又 然後到處分一點分一點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定調說 中東地區的營收佔比 在輝達它整體的營收 不超過5% 你去看這個比重就知道 其他地區就16% 那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佔了大概一半以上 那我們這樣合理去推估 中東根本就佔不到5% 那佔不到5% 怎麼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說 昨天NVIDIA的下跌 主要就是還是受到 因為畢竟也是漲多了啦 畢竟它也是接近歷史新高 有沒有 接近歷史新高的價位 就是說它本身的位階就高 本身位階就高 那又遇到說 比較偏向消息面的利空 自然會跌 自然會跌幅比較重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買點 所以我覺得 拉回來都可以去做留意 因為如果說 你說出來的利空是什麼 美國經濟要衰退了 那或是說什麼 比較大方向的經濟利空 我覺得這需要去擔心 那如果是單純產業面的利空 其實這是不需要去過度去擔心的 那再來就是說 今天的台股也會受到 輝達影響而拉回 那我剛剛解釋過了 輝達這件事 絕對是消息面 短期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台股 也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上車機會 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因為說昨天除了說NVIDIA以外 另外一檔跌幅比較重的是 埃斯摩爾 ASML 那埃斯摩爾它其實 昨天跌幅真的滿重的 跌了16%左右 那埃斯摩爾它主要影響的 可能會是加燈光照等等的 極指外光的一些供應鏈 但是因為說 埃斯摩爾雖然說它的彩測不好 但是大家要知道 真正的重點還是會放在台積電的法說會上面 因為埃斯摩爾跟台積電 它算是說上下有的關係 台積電算是 埃斯摩爾的主要客戶 如果說台積電釋放出的展望跟訂單是好的 基本上 我覺得埃斯摩爾它這一根長黑 就有機會收付回去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台積電法說 因為雖然說埃斯摩爾財報 裁測比市場預期的還要來得差 但是如果說台積電展望非常好 它一樣會被帶上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不用過度去擔心 只是說今天的像是說3680的加登 可能受影響程度會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畢竟加登跟埃斯摩爾算是 比較直接的供應鏈 你就要下去做留意 好 那短線上強勢族群 包含像是低軌衛星 包含像是面板 跟面板驅動IC 因為說低軌衛星這一塊 就像我們昨天提過的 馬斯克它竟然成功回收 新建的助推器 設上去的新建竟然完美的 把它回收下來 這個技術是非常非常難 前無古人 可能也是後無來者 所以我就說 其實說馬斯克它能夠達到這樣子 把新建的助推器成功的回收 這個難度就像我昨天有講過 在我的YT有講過 在盤後 我們每天在我的Light裡面 都會有盤後的解盤 你可以直接掃描加入去看 我們在盤中也會跟大家講 即時的標股有哪些 今天盤中有哪些股票去做注意 在右下角你可以直接掃描 所以低軌衛星我覺得說 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包含聲大哥有沒有 還有像是劍漢 今天我都覺得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因為說今天可能說揮打供應鏈 震盪會比較大 包含一些ODM包含一些AI股 甚至包含一些GB200 震盪會比較大 這一塊我們就下去做低階 相對強勢的 當然就是位階最低的族群 我覺得面板就很有機會 我們一直在強調 因為其實說指數高 市場的變化比較大 市場的利空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資金反而會更愛去低位階的股票上面 所以面板跟面板驅動IC 今天我覺得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大盤關鍵價 因為我剛剛就跟大家講了 揮打這件事百分之百 是消息面的影響 其實說我們要去判斷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說只要這件事不會改變趨勢 我們就是把它視為多頭裡面的震盪拉回來 所以今天一樣都是偏多去操作 如果說指數有來到22970以下 可以去做多 跟22900以下也可以做多 今天兩個比較強力的支撐點 22970跟22900 等一下我們看期貨開盤狀況 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詳細要怎麼下去做操作 就這兩個關鍵價 消息面的部分 這就是我講的吧 有沒有 今天的頭版新聞 揮打AI晶片蕭總統美將射線 但是你就去看這張表就好 中東不賣就不賣啊 佔比這麼低 我可以從其他地區來拿啊 是吧 所以這部分就不用過度去擔心啦 那台積電ADR觸及1兆美元 其實這非常強喔 有沒有 全球第八大也已經超越了播客下 所以我覺得說 你看台積電全球市值前十大的企業 第八大的企業 這很誇張耶 你覺得說ADR都已經成為了全球 市值前八大的企業 那ADR也已經創高了 台內ADR 昨天領先創下歷史新高 那台股的台積電本尊 你覺得他不會創新高嗎 你覺得他不會再有高點嗎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拉回的台積電 也會是一個還不錯的切入點 因為我覺得這跟大家強調嘛 全值股的買法絕對都是 有下跌 有下跌的時候去買 絕對會來得比較好 所以這部分就是沒有問題 再來就比較偏向籌碼面的部分 也是今天的消息裡面 台股第三季算是說跌幅比較大一點 如果說以整體籌碼來看 大戶是一直在測出 散戶是一直在進場 所以整體第三季其實震盪 一定是比較大一點點 就整體來講有沒有 大戶中時戶 它持有的人數是下降 那散戶持有人數是往上去做地增 但是你要知道 這是第三季的狀況 第三季 我們現在是第四季 我們現在是進入第四季了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說第三季的籌碼 裡面是沒有大戶 沒有中時戶 甚至也沒有主力的 那你去想嘛 大戶中時戶主力 第三季去退場 那什麼時候要進場 不就第四季嗎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情況 在第四季會剛剛好相反 就是說第四季是 大戶在降低 散戶在進場 那到了第四季 可能說散戶覺得漲太多了 趕快先退場 大戶就趁這個時間進場 所以我覺得說第三季這樣的籌碼 對於第四季來講 反而是有非常大的優勢 非常好 所以這件事我會把它解讀成 利多消息來去做看待 沒有什麼問題 好啦我們簡單看一下 昨天的 昨天的這個 台詞期貨 台詞期貨是下跌了 200多點 那道琼是跌了0.75% 其實說道琼是可以接受 道琼整體來講 跌幅是並不會到太大 就創高之後小幅度壓回 跟NASDAQ也是 有沒有 也是創下短線高點之後 小幅度壓回 跟S&P500 也是小幅度壓回 昨天唯一跌幅最重的就是廢斑 跌了5% 超過5% 那這當然就是 主要就兩大 兩大股票 艾斯摩爾 跟輝達 那輝達的部分 就是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那艾斯摩爾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靠台積電來救 因為他就算釋出的裁測不好 如果裁機電釋放出來的裁測好 他就能夠把它救起來 因為畢竟是上下有的關係 所以這部分就可以持續做觀察 那上陣 跟深圳 這部分我是持續看好 我覺得說還會有新的政策出來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你要端出牛肉 你一定是等大家都消化完 再端下一盤 所以我覺得這個 讓籌碼稍微震盪一下 是還會有高點可以去做期待 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相對比較強勢的是WASB WASB昨天是大漲了超過20%以上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跌升反彈 你說為什麼WASB會突然大漲 WASB大漲 其實我覺得說 主要還是因為說 目前很多個股的基期都高 所以現在市場會比較喜歡找 低基期低位接產業股底的 那WASB昨天就這樣大漲 那昨天大漲的話 當然就有機會帶動今天的 漢磊跟加金 3707漢磊 3706加金 那因為說 第三代半導體這一塊 它的延續性都不強 所以我覺得漢磊加金可以留意 但是就是僅限於短線 不要放長 就僅限於短線 那還有像是其他 昨天比較強的 還有包含像APPLE 其實說APPLE 我真的覺得很強 昨天的APPLE是創下歷史新高 iPhone 16銷量不好耶 Apple竟然能夠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我覺得這有可能是提前在反應 AI Siri發表過後 未來的銷量會持續在拉升 所以我覺得說既然說 Apple都創新高了 台廠的相關的平蓋股 今天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所以這部分 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所以總結來講 我覺得今天台股一定會先開低 那開低下來之後 我們就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逢低去找買點 所以真的一定要把握機會 說從降息到現在 你都沒進場 找不到切入點 今天就是最好的切入點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 買哪些股票 歡迎利用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Lite 小老鼠W178 下半段回來一樣告訴大家說 今天什麼個股 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今天是早上的8點49分 現在的期貨是下跌了355點 跌得太漂亮了 因為其實說在這一段行情 很多投資人都找不到上車機會 就基本上從聯準會降息 這樣兩馬以來 台股就是一路漲 一路漲 一路漲 漲的將近是2000點 大概是1600點 就這一段 從降息以來是 漲了 1600點左右 唯一的上車機會就是在 9月30號 跌了將近600點 一天 一天而已 就一路也是往上漲 所以我就說今天會是一個 很好的切入點 這會是很好的切入點 尤其它又 尤其今天的跌點 它又是建立在 它又是建立在消息面的部分 就是說它並不是說什麼 實質性的利空 如果你說今天是什麼 中東戰爭 南北韓的衝突 所影響出來的跌勢 這個就可能需要擔心 今天不是 純粹消息面 這有什麼好擔心的 是吧 所以今天的關鍵價 期貨當衝 期貨當衝 我還是會抓這兩個價位 22970跟22900 因為如果說以目前的 期貨狀況來看 等一下現貨開盤 應該是直接跳空下去 跳空跌破22900左右 因為目前期貨是收在 2289 894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說 現貨開盤直接跳空下去 900的話 我會去這樣做 我會等到指紋之後 即將站上900 我才會去做進場 就是說只要是跳空的走勢 我就會以右側交易為主 就是說我不會一跌破 就馬上進場 可能會等到他站上900 買一次 站上970 我再去買一次 就是以轉牆 直穩進場為主 這部分給大家參考 兩個價位 那以今天的 那我再帶大家看一下 整個昨天肺斑的狀況 其實說你看 昨天肺斑的狀況 除了說ASMR 跌幅比較重以外 包含說柯磊 跌幅也比較重 有沒有也跌了14% 因為這些都是肺斑裡面的 全肢股 跌幅都比較重一點點 那其實說 肺斑全肢股跌幅比較重 它主要的跌點 都是落在設備場上面 全部都是落在設備場 所以從 由此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大部分 以個股來講 被埃斯莫爾拖累的是居多 那其實說 這些設備場都跌下來 它的救星就在禮拜四 因為畢竟說 這麼多的設備場 它的算是說指標 龍頭 最大的客戶就是台積電 只要台積電 釋放出的展望好 這些設備場 全部都會展回來 所以我覺得 不用太過擔心 台積電 台積電就像我講的 如果說你要長期持有 你可以持有到 今年的年底 明年第一季 我覺得以目前的行情來看 上看到1200是有機會 如果說你只是短線投資 短線操作 那我就會建議 台積電法說會前 你可以先逢高 先獲利出場一趟 但是如果說你要持有長期 持有到年底 持有到明年第一季 你就繼續放 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不貴 台積電如果說 市場熱度高 它要反應到1200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再來鴻海 鴻海昨天也是來到了 207.5 那我覺得說 隨著市場熱度越來越高 多頭越來越確定 鴻海到年底前 反應到240 也是有機會 你自己去做驗證 鴻海在今年預估賺12塊 也不是說什麼超漲 12塊隨便給20倍本益 比就240 所以我覺得說 鴻海到年底前 我一樣是看240 只是說短線上 短線上如果說 它遇到壓力點 或是說遇到一些 技術面的支撐 短線可以先獲利出場一趟 但是到年底前 我覺得說都還有高點 那再來就是廣達 廣達也一樣 至少看到300沒有問題 所以我一直強調 廣達今年預估賺15塊 光是反應2024 也沒有太多 反應個2024的獲利 至少就300 所以沒有問題 今天相對比較強勢的 我覺得會是聯發科 聯發科可能會是 今天的稱盤要角 因為只有聯發科 跟輝達沒關係 昨天的跌幅都是落在賣壓 都是落在輝達設備廠 這個影響就是台積電 廣達跟鴻海 今天聯發科相對就會不錯 可以去做留意 其他的包含像是3491的 聖達科 就像我講的 以聖達科 就是說今天其實 只要是跟輝達沒關係 跟設備沒關係 我覺得今天漲勢的會不錯 因為資金沒地方去 覺得到這些相對比較強 像是聖達科 聖達科就有機會 非常有機會受惠於馬斯克 他能夠順利回收他的星件 因為就像我說 他能夠這麼精準的回收這種 距離地球5000公里以外的星件 靠的是什麼 靠的就是低軌衛星 所以3491的聖達科看好 3062的劍漢也持續看好 有沒有 昨天一度是漲了9%以上 因為你看他的周線 有沒有 周線就漂亮了吧 周線就是橫盤整理 跌破月均線之後即將再轉強 所以周線非常漂亮 甚至說3491的聖達科 來你去看這個周線 夠漂亮了吧 高檔 這是周K 高檔橫盤整理 跌破月均線即將要向上轉強 這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切入點 所以這兩檔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再來還有包含像是 群創 就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昨天也是漲3%以上 因為當一些個股的位階比較高 台股的位階比較高 市場資金反而就會喜歡轉進這種位階低 產業股底低 跌幅真的相當有限的族群上面 面板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像是3481的群創 2409的友達 這些我都持續看好 整個第四季空間都很大 當然說就像我講的 群創長上去 群創的展望好 連帶受惠的 絕對會是面板驅動IC DDIC 因為說這個是連動的 面板好 驅動IC一定好 畢竟說它就是一個 上下游的關係 所以像4961的天譽 有沒有 出現社會粉很漂亮 持續看好 跟3592的瑞鼎 持續看好 還有大家最熟悉的3545的敦泰 這幾檔 驅動IC股 全部都看好 那我覺得說今天可能會跌幅 震盪比較大的 就是水冷系列 齊鴻 雙鴻 跟2486的一拳 這些拉回來 我們就下去做低階 所以總結來講 今天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低階買點 如果說你不知道買哪些 歡迎直接來電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下集見 下集見 下集見